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一 是來到這個9月的最後一個星期的交易日 這個星期五 應該是星期四 就是期止結算 星期六就是中秋 接著就到國內的國慶的小黃金州 因此就會有北水來的 因此很多資金在上個星期開始已經佈局 第一個就是上個星期五升了四百多點 其中的北伐是一些被人要被迫蓋倉的 所以雖然是升了四百多點 真的成交不是很足夠 如果升四百點的話 成交起碼應該要是有最少 只有13億才算是足夠成交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男友要在這裏投降的話 都是代表了有一件事 他是騰雞了 你夠膽的你就拿下去了 所以他亦都在這一點裏面來說 今天市場表現比較反覆 我又覺得沒什麼問題的 我對這個九月之後的A股市場 都是看得比較好一點 就算會跌下去的話 都會形成一個很快就有阿爺出來頂你了 第一件事阿爺一定守住人民幣匯價 守住人民幣匯價之後 你很多人就很難去沽東西 當然阿爺還有很多手段去做的 有些大股東起前上個星期 就博猛出來沽 一出來沽 你大股東沽嘛 就被人找你喝 不知道喝什麼了 總之他一定的國倫民喝咖啡的 叫他喝滾水吧 所以自自動動這些沽盤會減少的 就是這樣了 那這方面阿爺會叫你們不要沽東西 另一方面美國也會有人叫你不要買東西 有些證券商他們都已經收到了美國議員的指示 為什麼你去那裡買東西 所以形成了Black Rock 去到這個11月的時候 有些基金都要解散 已經通知了 所以也有一排的沽盤 一直去到這個11月 沽清沽淨 當然我不知道去到11月之後 還有美國資金是去沽東西 不過如果當他訂了11月 這裏已經沽的話 我想已經有頗多的人 那些人都在之前陸陸陸續續就已經接到這件事 去沽東西 我只能夠 人家什麼時候沽東西我不知道 不過我只能夠 他說了11月要解散那些基金 我就以那裡來講 就是他們最後的撤 鄧扣黑大撤退期 那同樣好像 議員特朗普說 喂 你什麼時候你不可以再買這個 中魚凍、中石油、中電信、中聯通、中海油等股票 那你慢慢走光了 那很硬 走光了沽油就會好 不過我們還有幾個沽油是重要的 一個是NASPA 即是騰訊的大股東 那邊蠻碑的大股東 換了CEO 這個CEO這個人來自高盛的 高盛的市場一直認為高盛是美國政府的金融界打手 因為在希臘加入歐盟 很多東西等等等等等等都會顯示出是有點困難的 那跟著就有希臘債務危機 拖寫歐盟那麽 那在這方面來說就這樣了 這個人上去之後我估計他要加速出售騰訊 他不會再遵守上一任的CEO說 我們只是敢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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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數量不是 他將會加速出售騰訊 而騰訊又在我們的指數裏面一個主要成分組成 所以他一定是會拖倒的大股 阿里巴巴也是相約的 是敢美團也會如此 那所以在這方面呢 市的表現就比較上面是反撲一些 不過沒有法子的了 現在是這樣了 即是我另一方面都要看 黃毅和沙利文在聊天 不要小看沙利文 沙利文那個意見的指導性地位 是高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 沙利文是拜登裏面的No.1 應該是No.1的外交政策的指導員 所以你以前中國跟布林肯談是沒有意義的 他都是副手 雖然他的官很大 不及沙利文在美國白宮系統裏面 他就是一個安全事務顧問 就好像基辛格一樣 在美國政府裏面 他不會有太大的職位的東西 即是他退了下來之後 他一樣是掌握著 很多指導性意見的指導員 就是這個重要 好了 講完這些廢話之後 接著我們要說一下 今天下午兩點半鐘 這個華為就會出來說 他會出些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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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產品 很多聯繫到的新產品 那些這樣的股票 應該就會升了 起碼都會升一些 能夠有哪些 是指導性呢 我只是在上個星期 我有一篇文章說了 這個是問界七的汽車 有華為的很多的產品在裏面 或者配合華為的產品 和很多國內的企業 配合起來才能出到這個問界七的汽車 這些股票在當時之中 前個星期四 不是上個星期四 不是上個星期四 分平抗禮 華為的 都有些可以拌一下 有些藏商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我們有一個叫做蘋果的果鏈 華為都有一個華鏈的 找它來 我們就可以炒了 不要再炒一些紙 這個騰訊 那些被人要沽的 沽了它先 是吧 還有比亞迪也是 是吧 又是被人要沽了先 還沒沽了的話 到這麼快就湧出來 這麼快就湧出來 是很眼淵的 好了 說完之後呢 看看 這個成交金額是多一點點的 北水當然了 在這些情況之中 會是因為假期問題等等一件事 上個星期 出了 出了都不是很多 42 你看看 32、32、35、87、12、26 還有67 是不是 所以 應該是還可以勉強捱得住 中餘洞一定是會多資金流入 要撐牆 騰訊控股自購 美團也可以 平安都是小朋友氣息 是 那麼 跌就是這些東西 港交上就跌了 說 哎呀 那個IPO 你只是去那裡 衰過印尼 小過印尼 哎呀 這個世界 是不是 它會不會是 英雄長狗被困沙基灣呢 完全沒有日出中環呢 我們都說過了 留得出最多的是外資基金 由於今天呢 是回調的格局 因此 上升版派不多 就是醫療保健 食物 農產品 紙和藍業製品 等等那樣東西 那這些都是很細小的東西 那我再跟著看看 看看 今天的是 棋子 今天棋子呢 你找到 哎呀 升了上去之後 跌回來了 那這個升了上去之後 跌回來了 是有一個不是很好的 當然最重要是升升升升 就是我們就看看這個 它跌了下去 升上去 那它就繼續 這樣 它升了上去 跌回來了 那看看明天 如果它不跌穿這個底的 這個底是多少 175度 那就可以繼續 再看攀升 就是這樣了 好 再看看 這個是 哎 所有其他的個股 那除了小鵬氣息有些升 比亞迪有些升 若明生物有些升 紅狗果斌有些升 其他隻是不是流到很多都跌了 那這是很必然的 那 今天可以留意什麼東西呢 一隻鄭 鄭 回機 回來了 回來了 回來了